观众朋友早安 这个水气其实就为我们的花东地区 还有恒春半岛是带来蛮多的水气 它在昨天到今天 这两个地区都是零零星星有降雨的 而有下雨的时候 温度就会比较低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这个高温 就是落在我们的双北地区还有桃园了 今天有可能是上看到36度 没有下雨的时候温度很高 但是有下雨的时候 天气就会稍稍凉爽了一些 而在未来几天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其实最主要还是看太平洋高压的脸色 在周一的时候还有组渐增强了 虽然南方水气依旧是有一些残留 在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依旧会有零零星星降雨 但是到了周二它又更强了 全台湾各地其实都是多云道琴的 但是到了周五之后 高压又稍退了一些 再加上其实菲律宾附近又有一些热带劳动 虽然它有可能会来发展 但是其实距离还非常遥远 还得再继续观察它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 可以看到今天全台各地都是会有降雨的 除了山区 而且在南部这边雨都是蛮多的 所以今天的天气状况又是如何的 在北台湾刚刚有说有可能会有36度的高温 但是今天还是会下雨的 中半部中部地区34度 今天下雨机会是来到50% 而在南部降雨更多了 而东台湾是来到32度 而且花东地区刚刚有说 今天的雨都是蛮多 都会下下来 因此雨伞要记得带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一轮 下雨伞要记得更多了